我們這幾次都講到 怎樣建立一個更愛主的心 我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幫助我們能夠時時趴下 一想到神就覺得神執得好得不得了 就是時時都充滿對神的愛 當你時時是這樣的時候 神自然的聖靈就會越來越充滿你的 這個聖靈充滿是必定我們本身很投入 整個心靈去愛慕神 我是由各方面的經文去幫助大家 用不同的角度去想 有些我是講過 但是我現在很簡略這樣講到 其中的觀念就是整個世界在神的手中 就是我們不能走雞的 你走不掉的 全部都是在神的手中不能夠逃避的 但是你越在祂裡面你就越好 神就越祝福你的 所以我們全心愛神 我們的祝福越大能力也越大 很多人會追求 為什麼有恩高 其實最重要是你願意給神使用 那麼你的聖靈的恩高就會在你身上 其實恩高不是一個困難 最主要是我們的心能夠毀身的 好 還有呢 就是我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如果我們不善用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就會浪費 但是我們善用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就會發揮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說 神啊你幫助我們 不要浪費生命 不要追求世上的東西 我們整個生命都是在神的手中的 還有神一凡是祝福的 所有信靠神的人呢 神一定會將各樣的恩典給祂的 有些人說 為什麼我信耶穌有這麼多困難呢 有時呢 因為人不信耶穌 但是他沒有信靠親近遵從 聖天答應了 就是當一個人全心跟從神的時候 神就會祝福 因為有很多東西難了 我們得到神的祝福 當人只是信 而他不是全心跟從的時候 他是會難了 就是神的愛很想來到 但是這個人在罪足 譬如他又發脾氣 他又生氣人 他又不開心 他是難了神的工作的 神想充滿他 都很難充滿他 神想祝福他 都很難祝福 而神的祝福呢 是 他是有個目的的 不是說 OK 這個人不愛神 我都給了很多很多豐富的恩典給祂 讓祂享受世界 因為神不是想人這樣的 有時 神會容許這個人在困難裡面 讓祂會悔改 讓祂會幫助神 因為在神眼中 最重要的是人 幫助神 跟從神 看從神 這個人才會發揮的 如果他不看從神的時候 他的生命是 即在神的眼中 是浪費了的 所以你想得到神的祝福提升 一定是信靠 親近遵從神的 這個就是蒙福了 即是說 最初講到就是 全世界在神的手中 我們生命在神的手中 以及跟從神是必定亡福的 然後我們就由各方面去想到神如何超越人 因為神的超越 就令我們更加歡喜神 第一件事就是 人不能夠掌管前奴 但是神是掌管了 神是掌管了 但是一生的路已經寫光了 人們會很害怕 前面會怎樣 前面的路會怎樣 但是神已經為你預備了 所以走神的路最穩定的 很多人會早預備計劃 計劃什麼 但是走不出來 因為人的計劃 未必一定能走出來 但是神的計劃一定能走出來 只要你聽他 你信靠親近他 一定能走到 所以很把握的 很肯定的 走這個世界的路 是沒有人能夠肯定的 但是走神的路 你聽他說一定肯定的 所以這個是給我們動力 我遇到跟從神 一定是凡是無福的 還有另一點 神的超越就是 人總是有很多難相處的地方 但是神永遠是這麼舒服 這麼好的 這個令到我們喜歡神 這個狗就是被那些箭豬刺到 他就以為那些箭豬好玩 或者他覺得他要搞他 誰知道被那些箭豬刺到 整個臉都是 這是比喻人 人有時真的像箭豬 會刺人 人總是難相處的 但是每一次我們見到一個難相處的人 你就感激神 神不是這樣的 感激神在天堂不是這樣的 但是有時候你說 最慘就是我被基督徒擊傷我 基督徒傷害 那時候基督徒傷害 但是都是他的問題 但是神是會祝福我們 所以就算有人傷害我們 是他的問題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的 不需要被他影響的 反而我可以大大提升 我可以影響他 人總是難相處 但是神是最容易相處 和最舒服的 你親近他 是一生一世都是享受的 人是缺乏真的愛的 是很少的 很少是真心對人的 就算他愛人 都是有限度的 所以人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但是神的愛是充滿感情的 就是說當你每一次想到 哇 我們祈禱 可以經歷到神的平安 興散真的好 你這樣想 為何我會平安 為何會興散 為何會喜樂 為何會有愛呢 就是因為神是這麼興散的 就是你想像 我們有時想到神 就好像一個老公公 但是神就是一個很開心的神 就是你看到他 是很興散 但是他又同時很聖結 他聖結是很秘立的 那當你想到他 那種愛 他那種愛 他那種喜樂 那你就喜歡他 喜歡他 你就能夠時時喜歡 就是經常想到神就喜歡 就是為何我一想到神 就會這麼喜歡 第一 因為我從不同的角度 我今 就是這幾次 我是想用不同的角度 去幫助大家 想到神 任何的事情 你想到神 你就說神啊 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那你的心就很喜歡神 你就能夠隨時隨你都喜歡神 你就能夠走在神園 你的計劃 你就會 不再這麼掛念世人的 不好的地方了 就是神那種愛充滿感情 人總是有自私的 就是人呢 有精神的自私 有物質的自私 就是他心靈的自私 和他物質上的自私 那人呢 對人是怎樣呢 健康就是羨慕 不健康呢 見到人比他厲害 就會疾度 又見到自己不及人 又會自卑 又會驕慕 就是人又會有欲望 有動機 有不同的不好的行為 就是人總是有自私的 其實有個小朋友 會爭小朋友 爭小朋友 也一樣 大一個就不是爭小朋友 大一個就爭男朋友 你記得Tample那個… 那個… 那個廣告 就是那個男子 也很不對 兩個女兒也是很不對 兩個女兒也是很不對 兩個女兒都是用… 當他… 就是應該這樣說 跟爭男子的時候 就源言不樂了 人就是這樣 人就是想得到自己的 基本上很多人在婚姻裏面就是想得到什麼 得不到的時候就會發難渣 人就是自私的 在這個世界上 如果你看到一個人是無私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恩典來的 你有遇見過幾個人是無私的呢? 是很少遇到的 有些人他會對某些人他會無私 但是他有時候有個動機 但是一個人能夠對不同的人都無私是很少的 當我們要看到人的無私 這個也是法揚神聖誠講到的對比 人的不好就想到神的好 當我們看到人的不好就想到神的好 看到人的好又想到神更加好 又想到神給我們的 那麼這裡我們用對比 就是人就是自私的 但是神是怎樣不自私呢? 在羅馬書八章三十二字一起讀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寫了 岂不有把蠻蠻和他一同伯伯的志給我 這裏講到神真的很好 他將他的獨生兒子給了我們 然後將蠻蠻一起給我們 那麼我們很多人就未必這樣想的 就是覺得神都沒有給我很多東西 但是當你去想一下 但是當你去想一下 神給我們的身體真的很好 當你去想 那就是神 我們有四個手指 跟著有手指 那些功會對著他可以拿東西 我們有眼皮 可以睡覺 我們有眼睫毛 可以那些汗水不要流下去 這些都是神賜給我們的 神賜給我們的能力 可以賺錢做功 但是為什麼可以賺錢做功 因為神有給太陽與水 所以這個世界是有豐富的出產的 是因為人類所以搞到現在這樣 如果不是因為人類的問題 這個世界根本是很完美的 是神做得很完美的 神將很多東西給我們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收過很多神的東西 但是有時候我們說 現在暫時不夠 暫時有困難 我們就會很擔心 就是寫了怎麼辦 是不是神不愛我們 但是其實這個就是人的問題 就是我們很多人會受一些苦 有時候都是看我們一些問題 或者別人的問題 但是靠耶穌都可以一步步得勝 我們越數神的一點就是 神真的將更多給我們 如果我們越聽神的話 你就會越多 神越將更多的給你 你就會越能夠為神做更大的事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信心 你可以為神做更大的事 譬如我之前 我沒有這個課程之前 我去不同的地方宣教 都是我自己帶錢去 我自己帶的奉獻 是沒有那麼多的 就是一個人的數目 不同的人 而我自己敢的神 是神供應我需要 所以我自己在中間 根本就沒有拿任何的利益 而我只是就是祝福 當我越祝福 神就比我越祝福更多人 我也是享受的 其實我有的時間我都享受 享受能夠有時間 能夠服侍主的 我希望大家數一下 你數一下 每一樣你有的 你有沒有有空 有沒有數過 我今天剛剛 就是我有時 我吃早餐 看新聞 他們 就是當家人走開 新聞時間過了 我就看回動物那些 那我看到動物 看到什麼呢 今天看到老鼠 他就說到老鼠 咬一咬 他說裡面有很多菌 是致命的 但是我自己在大約五、六年班的時候 有一次 我穿著拖鞋 在一個黑的地方 在我們住的附近 那個垃圾桶附近 踩一踩到老鼠 他就跟著 我聽到 一聲咬一咬我的腳趾 我的腳趾 我的腳趾尾出血 我就摸一摸 我就知道是老鼠 但是那時候 我小時候 我還未懂得 告訴家人 那就沒有告訴他 但是如果我感染的話 可能已經死了 因為老鼠的感染 可能你知道也太遲了 但是我感染的是神 連發言都沒有發言 就是神的恩典 這個都是神的恩典來的 就是每一件事 我們經歷的 都是神的恩典的 你想到神的恩典有多少 你想一想 在你自己身上 有多少樣神的恩典呢 譬如我去到 每一次見到人改變 其實我現在放在這個 復興宣教那裡 你看到 我是將一些精華 有些人經歷聖靈那些 放在那裡 Youtube也有很多 就是當我看不同的人經歷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大的恩典 大家想一想 你覺得神有很多恩典給你 你用十隻手指舉起 如果你呢 是 你全部都舉起十隻手指 那就是神 其實神有很多恩典 既然神給那麼多 我們就繼續記住了 記住神是祝福我們的 我們就信心 越走神的路 神就越將更大恩典給我們 對不對 越大恩典 還有呢 有一件事的 我希望大家有這樣的心意 當一群人合一 聖經都講到合一 初期救會合一 他們天天聚集 那麼這個群體是一個祝福的群體 是一個全心祝福宣教 去到不同的地方 也都有很多地方 我們去未必普通人去得到的 就是我們去宣教的地方 不是很多人有去這些地方的 而我們去到 是復興更生的那些 那些牧師、傳道 和一些願意侍奉的人為主 也都復興他們的信徒 就是你能夠在這個課程有份 都是一個福氣來的 因為當我們體重這個課程 我希望大家珍惜 也都為這個課程討告 這個其實不只是一個課程 我們這個課程 只是我們這個復興師傅 不是復興 復興宣教事工 我們這個機構叫做 復興宣教事工有限公司 因為要註冊 所以叫做有限公司 復興宣教事工 為這個祈禱 還有你深信這個是 神在當中做工的 是神現在興起我們 去祝福更多人的 希望你復興為這個討告 也都是支持 持續的支持 讓這個事工成為 越來越大 而不是越來越小 希望你為這個討告 讓我們能夠 越祝福別人 當你越祝福別人的時候 所有這個群體裡面的人 都同時得福的 每一個都能夠得福的 CV839篇第五節 你在我前後環繞我 按手在我身上 就是神無私的愛 神是可以救完我們 就說好了 我現在要睡午了 你們自己慢慢搞定 我給你一本聖經 你自己看 你自己遵從 你聽我說的 你信靠耶穌 你又聽我說的 跟我有生命關係 你就可以來 如果不然 你就不用來 神可以這樣 但是神不是這樣 神是不斷去感動 不斷去感動 將喜樂平安賜給我們 你有沒有經歷喜樂平安 有 你親近神就有了 對不對 所以你就繼續親近神 你就越有喜樂平安 你就越有力量 這個就是神的祝福 在心靈上 和淑靈上 給我們祝福 神的愛是無私的 人是另一方面 人是有負面的情緒 對不對 而且是不穩定的 人的負面情緒 是爆發的程度 有時候令你很害怕的 但是神呢 他來到 第一就是 醫好一切負面情緒的人 我以蔡書六十一章 一節開始 講到他 我們一起讀一下 猜眼我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喜樂遊代替悲哀 讚美醫代替憂傷之力 即是神呢 是來到醫好人的 負面的情緒 醫好那些發怒症發怒嘈 憂傷的 受傷害的人 很大對比 對吧 人就是傷害人的 但是神呢 就是醫好受傷的人的 另一點 人會給某些人難看的表情 有時候一些的表情 令到人覺得不舒服的 但是我們的神呢 是對我們的接力是非常之高的 馬大方十二章二十節 一起讀一下 押傷的奴偉 他不截斷 張殘的燈火 他不催眠 即是說 一個人好像押傷的奴偉 奴偉本身已經是很賤的東西 當他押傷的時候 根本他沒有希望 即是在奴偉來說 他屈了 根本他就沒有希望的 但是神依然就不會將他截斷的 即是神呢 押傷的奴偉都不會截斷 有些人真的我們看到他 是一樣都很慘 其實一個人不懂得照顧他自己 有時都變得很慘 怎樣呢 有時我認識一些人 已經幾十歲了 又沒有做工的能力 又沒有朋友 又處理不了自己的內心世界 處理不了情緒 不能夠跟別人交往 不能夠開心 就算身體又搞到糖尿病 又總之各樣的問題 即是我們看到一些人 可能社會有些援助給他 但是他很慘 即是看到他的生命是很慘的 即是這些人的生命 真是壓傷了奴偉 好像沒有盼望 或者他的家庭都是吵架 不開心的 但是神都依然不看 不會輕看他的 神都依然想祝福他的 而我們都有這個能力 其實每個禮拜都有人找我 我都去幫他們 你們都可以的 當你真的去幫一個人 一直有耐心去幫 神會興起你 但是幫人 我想提醒一件事 因為我最近聽到一些人 有時說 人會有的傷害 甚至我們當中 有時都有些傷害 怎樣傷害呢 就是有時我們 太過容易告訴別人他的錯 和去讓他覺得 即是只是告訴他 叫他做什麼 和說他錯的時候 是令到他心傷害 我們第一 是感受那個人的傷痛 先去幫他 即是幫他 第一不要想著 立即改他 一天還未準備好 我們第一要幫他 接立他 愛他 關心他 感受他的感受 先去幫他 而幫他的時候 是用柔和謙卑的心態 不要讓他覺得辛苦的心態 是有人因為這些緣故 其實我已經聽過 有些人 是因為有些人的態度不好 所以就離開的 我希望不要這些再發生 希望我們都留意我們自己 是不是每句話 都想回我們說的話 有沒有一些會令到聽的不舒服呢 我們很想幫他 但是當我們太迫切的時候 反而那個果效不是好的 他都是壓傷的路位 都是不好的人 應該說懂得處理自己 憂傷的 但是當我們再告訴他 更加不好 他更加受傷害的 我們就求神 給我們有聰明智慧 怎樣有耐性去幫他們 神就是這麼好 當我們壓傷路位的時候 神都會繼續找我們 是不是 希望我們想回我們自己的軟弱 如果神在我們犯一些 某一些大罪的時候 已經將我們丟下 不要 我不要你了 我們可能個個都沒有機會 已經 就算我們相信耶穌之後 如果神計算我們有些做錯的事情 我們可能中間很多人已經沒有機會 如果神一追討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機會 但是神都不是這樣 神都是繼續給我們機會 這個神很特極的地方 就是他不會給臉色人看的 他永遠都是給人機會的 雖然聖經是有講到 他會追討人的罪 但是神呢 他是 即他的怒氣 是不會長久的 他不會長久發怒 他不會一直發怒 他讓你知道他的罪 你悔改他 即時將他的怒氣拿走 其實神都是首先感動我們 但是當人不悔改的時候 神是會有怒氣 神是會有懲罰 但是當人悔改 神立刻他就會再祝福 我們想到 哇 神真是又溫又 又體貼 又愛心 在這個世界上 你有沒有認識這樣的人呢 當我們認識神這麼好的時候 我希望你的心裡覺得 一想到神就答唐了 你是不是想到神就答唐了呢 我一想到神 我真的很喜歡 我是很容易喜歡 還有我不需要想原因去喜歡 因為我已經想到很多很多原因 所以我一想到神 已經是很歡喜的 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他是接納 還有他不會傷害人的 看來的人 還有人很難真心搖述的 對不對 除非你沒有真的傷害他 如果你真的傷害一個人 是有些人真的生氣很久 是很難真正的搖述 就算搖述了 總是會記得以前發生過的事 在這個世界上 是很少人真正的搖述的 所以其實你想 每一樣神的聖情 你想回相反 想回反面 我這次的一堂道 亦都是給大家可以應用 在這個法陽神聖情 講道法和賊經法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神的某些聖情 又想到人的相反 或者看到人的某些不好的聖情 又想到神的相反好的聖情 看到人好的 就看到神更加美好 譬如人是真的有連出的心的 譬如人都有很多人很愛動物的 很愛有連出困難的人 不過似乎看上來 有些人連出動物 就多過連出人 有時候 因為覺得動物可愛一點 所以有些動物有可憐 在網上放上去 很多人去回應 但是有些人淒涼 那些人回應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那些人又很怕看到人很淒涼的樣子 不想看到那些很窮的人 那些樣子他們不喜歡看的 但我們想到人都有連出的心 但是神的連出的心更加強 更加大 好了 人很難搖說人 但是神一定赦免悔改的人 詩篇五十一篇十七節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神是憂傷痛他們的心悔的經驗 神真是很好的 神不會因為我們犯過錯 他就拒絕我們 基督徒有時候都會 他以前犯過錯 很久 很多年之後都會想起 有時候做過一些錯事 令到一個人受傷害 做過一些錯事是不對的 他心裏面都會繼續有這種內疚 其實是不需要 因為在神來說 神真的說謠說就謠說 我都講過好像拍燈制 你拍燈制 燈不會說我想想今天開不開 我遲陣先開 燈不會這樣 燈你一拍他就開 神都是跟著他的聖情 但是人就不是 你請人搖書他 請人搖書你 他看他那天的心情 他有心情好的時候 他搖書你 但是他心情不好 他又鬧出來 人是很難真心搖書 你搖書的時候 總是帶著一些說話 比如說 你是壞了 我這次就給你面子 算吧 但是那句說話 其實是一方面搖書 一方面刺一刺 傷害一下 但是神就不是 神就很歡喜 聖經講過 一個罪人悔改 天上的天使 都為他歡喜 你就想像 當你一悔改的時候 神就很開心 神就很開心 所以每一次你犯罪 你就說 一悔改的時候 我知道神很開心 因為這個是聖經所說的 所以你心裏面記神 但是不是代表你 我繼續犯罪 又再悔改 這個是故意犯罪 神是不歡喜的 但是當你犯了罪的時候 神的確的心是憂傷 但是當你一悔改的時候 神是很開心的 希望大家記實這件事 就不會害怕 下一次你犯了罪 不敢祈禱 我也試過很多次 犯了罪 醜怪 覺得不敢祈禱 覺得有種羞恥感 但是呢 神再一次 一次跟我說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 真的不想再犯罪了 真恨罪 而我現在呢 真的一有罪的意念 我立刻說我要排擠 我要拒絕他 真的要離開罪 讓我的心是完全輕省 完全的輕鬆 還有能夠祝福很多人 這件事是推動我 更加走神的路 我看到神念一使用 我要祝福人 我都很想興起你們 為什麼你們更加被興起呢 幾個因素 第一 我的生命真是討神喜悅 第二 你們真是討神喜悅 如果我們每個都去討神喜悅 神真的會祝福這個群體 是超越我們所想所求 可能中間興起宣教士 可能中間神興起有人 真是能夠有更多的支持 去支持更多的地方 讓我們能夠在這個世界上 有一個影響力 我們不是說要出名 但是有一個影響力 在這個世界能夠祝福更多人 將來這個成為一個影響香港 不單止是我們去祝福人 影響更多人 都說我們真的要出去祝福更多人 去關心這些國家 讓這些國家得到復興更新 當你時事這個心的時候 你接觸的人就會改變 整天你接觸的人就會改變 整天你接觸的人就會改變 你有這個心的時候 我就求主幫你 你的心完全沒有被任何一象 一樣罪 一有罪 你就說 我一悔他 耶穌就會很開心地跳起 一起跟我們說 當我是真心認罪 耶穌就會很開心地笑 耶穌就會很開心地笑 耶穌就會跳起身 會很興奮 一旦神見到我悔改 就很開心 天上的使者又為我開心 這樣的時候 當你下一次犯罪 立刻就說 神啊我立刻離開這個罪 神就很歡喜 那你就會有這個動力 就不要再犯罪了 因為神看到罪 好像我說過 就好像你看到 大陸那些廁所那樣的感覺 大陸那些廁所那些鄉村那些 你去到那種感覺 就是神看到罪的感覺 神是不喜歡罪的 但是當你一悔改 神就很歡喜 我又看到神的聖結是很漂亮的 看下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事 何等的美 當人走在神的路上是很漂亮的 天上都是一樣的 在天上的聖徒是非常開心的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在這個群體 建立一個非常充滿愛的群體 是充滿憐憫的 是充滿柔和謙卑的 就是不要這麼心急去改人 不要心急去說人 當他有什麼錯的時候 不要去說他先 去聆聽他 折留他 想一想他的困難 想一想他的痛苦 這件事你記得 你的輔導就會好 多些聽他說的話 感受他的感受 不要這麼快去指導 也不要去指責 即是你到某個時候需要指責 但是你不要這麼快去指責 看到人 跟人會缺乏耐性 是不是 搞錯這麼久 等到你等到什麼時候 人很容易會缺乏耐性 但是神是無數次忍耐我們 《詩經十六篇》第七節一起讀 我那篇清重那子教我的東西 我的心腸在夜間又警戒我 這裡講到神 我清重神是怎樣 祂是指教我的 是教我的 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 即是我們的內心 在夜晚會提醒我的 其實這是神的聲音 因為聖經講到 《弗洛比書》二章十三節 因為我們 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亂運行 為了成就祂的美意 即是神是會警戒我們的 會提醒我們的 會指教我們的 祂不斷 雖然人犯罪很多次數 但是神依然不斷去提醒 我們一天犯罪的次數有多少呢 一天犯罪都很多次 想一些不好的事都會很多次 不耐煩很多次 開心很多次 但是我們求助幫我們 盡量減少這個次數 如果你將你的日子乘起來 一年365日 有沒有一天是沒有犯罪的呢 沒有啊 十年3650年 那我們現在都起碼 我們都不止十歲了 我們如果是三十歲的 就即是一萬人 當我們這樣成起來的時候 實在有很多很多的罪 神可以計算的 但是神依然耐性 你當你得罪一個人 一萬次 如果我們三十歲 就一萬次 其實不止的 因為我們很簡單 一萬人 應該是一萬人 但是一萬人的次數是不止的 當一個人得罪你這麼多次 一萬次 十萬次的時候 你會對他怎樣呢 我們肯定是會對他的態度改變的 但是神是永遠 他的態度沒有改變的 是充滿耐性的 你想一想 神的耐性是否真的很特別 我們幾次向神發猛訟 發怒吵 但是神依然有耐性 這些是需要我們回去慢慢想 入心的 現在你聽 你聽的時候 水過鴨背 你聽完都沒有什麼感覺的 但是當我們想回 我們幾次得罪神 還有想回一些我們覺得醜怪的東西 大家想不想到一些東西 你覺得很醜怪 即是犯罪的那些醜怪 有沒有想回 我也有想回 我告訴你 我也有些醜怪的東西 當我想回的時候 我說神你真是好 你真是忍耐 當我越想回這些醜怪的東西 第一就是憎恨那個罪 第二就是神你真是好 你這麼忍耐我 我真是沒有讀得你 馬泰23章37-6 大家一起讀 耶路撒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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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尝殺害先知 又用石頭打死了 逢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 我多次願意 聚集你的兒女 幸好沒有雞把小雞 聚集在刺望底下 此事你永不願意 請大家講好 耶路撒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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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你這裏來的人 我多次願意聚集你 Astronomy说 耶穌特一點 當他不聽話的時候 神就將他用巴比倫和壓述 將他擄走 然後後來又回來了 回來又是犯罪 然後神一次一次提醒 以後最後耶穌來到 他們一樣是拒絕 耶穌來了之後 他們拒絕耶穌一直到現在 但是依然神興起不同的人 真是很有耐性 有不同的機構向猶太人傳呼 依然有很多拒絕 但是中間也有些人很大的改變 很大的更新去祝福其他人 神不斷不斷去招聚他們 但是他們始終一直不聽話 但是神依然沒有放棄 神在末後說到會興起埃及亞純 又到以色列 信的智序 以色列排第三號 但是以色列是神的兒女 是神所看重的 神是要定義 寶羅說到當外邦人都信主得夢福的時候 可能當阿拉伯人都信主的時候 他們就引起他們的疾度 他們看到耶穌的恩典又改變 神真是用很多耐性 在猶太人中的拒絕神是很強勁的 我最近也曾經叫你聽一個猶太人 他第一晚的分享非常好 說到他怎樣呢 他本來就是一個猶太的工會 工會有七十個獎老 到今天都有工會 耶穌的時候有工會 現在一樣有工會 以前釘耶穌十字架就是工會和祭司長 就是將耶穌釘死的 今天也有工會 而這個人的爺就是這個工會的領袖 他已經離世了 他想著他會繼承的 但是他信耶穌之後 他家人是完全否認他 完全是拒絕他 結果他後來那份工都沒得做 即是他自從他一信耶穌 什麼都沒有了 結果他怎麼樣呢 他就找到一輛車 他說那輛車你留在鎖石 留在鎖石裡面都沒有人偷過那輛車 即是他只能有那輛車 那你就拍在沙灘那裡 到時到後 因為晚上那個沙灘有很多人去喝酒 那他要等到上下那些人去喝酒 那他就在那裡睡覺 他睡覺的時候怎麼樣呢 他三個小時他就看耕 他太太睡 然後他三個小時他太太看耕他睡 是這樣 然後早上起床就去 他最初都沒有工作 但是後來神給他工作 然後到他爺死的時候 就留下遺產給他 很多錢 如果你否認耶穌 如果你不否認耶穌就沒有 那那個律師跟他說 拜託你給我容易一點 我都可以賺錢的 你拜託你 你只要簽就行了 你簽就行了 你信不信耶穌 我不管你 總之你簽 那我就會給你的 但是他決意還是不要 即是在這樣的迫迫的狀態 甚至他媽媽對他最好 一樣是 就是一樣是對他 說了很多傷害的說話 但是他依然是決意跟從耶穌 所以當我第一晚聽到他的見證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好 就是他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在猶太人中信耶穌就是這麼大的迫迫 但是神依然不斷地感動 不斷地感動 而這個人起初是聽到耶穌是否定的 但是神就用神職歧視 是感動他以至他信耶穌的 他是很奇妙地信耶穌 是神用神職歧視 是跟他說話以至他信耶穌的 就是神多次多次的 求神使用我們成為祂的器命 聖經有說一句說話很特別的 他說有人從秦國 中文翻譯聖經 你查秦國就會查到的 秦國去 但是這個猶太人說 他說這個秦國的字在希伯來文 其實是今天和以前說到 中國就是用這個名字 就不是秦國的 即是翻譯的人就翻譯到秦國 其實就是中國 就是說到中國人都有份 去祝福以色列 我也希望我們中間有人 是會有這個心 去祝福以色列 去祝福神的子民 讓他們都被神去更生 人的思想時時都會有扭曲 譬如這三個人在這裡 這個圖畫 那個爸爸有很多因素 他發怒 或者他沒有盡責任 那個太太就因為他做得不好 所以他又發怒 或者那個太太暗暗沉沉 所以丈夫又發怒 互相都是大家牽引的 兒子好像是受害人 但是兒子大的時候 慢慢他會反叛 他會頑皮 當他爸爸媽媽教他的時候 他又會不喜歡 即是每一個人的思想都會扭曲的 但是神他的思想是完全美善的 馬上翻十章十八至一尺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沒有有良善的 因為有人跟耶穌說 良善的夫子 耶穌就說 除了天父之外 除了神之外 是沒有人的良善 那這句說話說出什麼呢 人總是有醜惡的臉 但是神就是唯一一個是良善的 是完全善良是祝福人的 我們中間我們其實已經被神感染了 我們都會有善良的性格的臉 但也都有殘忍的臉 有時呢 為什麼殘忍呢 那個人生氣你 你就會殘忍對他生氣 讓他受到傷害 或者總之有一種報復的心態 他對我不好 我們會對他不好 但是神呢 是完全的美善 人總有扭曲 但是神呢 是完全的美善的 還有人呢 是沒有能力凡事祝福人的 就是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你爸爸媽媽很想幫你 最想祝福我們那個人是我們爸爸媽媽 但是我們爸爸媽媽呢 是不能夠一直照顧你到老的 他不能夠每一件事都祝福我們的 但是神是凡事祝福的 聖經答應了 聖經答應一定做的 你先求祂的國和義 一切交給你 神說了 那你就試試這句說話 是不是真的 你試一下去開始 先求祂的國和義 關心天國 讓你看到神的恩經在你身上 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神 將祂的應許實現出來 因為有幾個人發現 你越聽神話 跟著你的日子是越好的 有幾個人 有經歷過這件事的 感謝神 有幾個人 你經歷越跟蹤神 就越慘 是這樣的 你覺得是迫伯嗎 對嗎 迫伯有時是一個祝福 這個迫伯可以成為你的祝福 去操練你的 但是我想問你 除了迫伯之外 其他東西 你是不是迫伯 除了迫伯之外 你其他是不是迫伯 除了迫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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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你只是迫伯多了 不是真的生命中越來越慘 你越跟蹤神 其實不是慘的 就是我問 有哪個人更加慘 另外就是創造美好的食物 這些是我們可以感覺到的東西 當你看到神做的食物 有沒有欣賞 就算給你一些材料 你做的東西都不同的食物 每一種都有不同的 是不是 你看看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那種味道 有沒有感覺到 你會感覺到 吃那種東西的時候 那種感覺 那種味道 就是神創造不同的食物 就是神有這個智慧 還有神會創造美好的音樂 就是這些我們都欣賞 人會有美好的音樂 人會唱歌唱得好聽 雀仔又唱得好聽 就算色複 可能有些人都不太懂得欣賞色複 其實你晚上走路的時候 聽到色複的聲 是會有不同的感覺的 例如 你看 有種感覺是很想快點回家睡覺 你看那個色複是有一種想睡覺的心 好像想回家休息 色複也都令到人有一種很想有朋友的心 好像有些複雀聲有種孤單 令你有一種懷念的感覺 雖然那個複雀聲好像跟你沒有關係 但也有一種懷念的感覺 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 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有種熟悉的感覺 有種熟悉的感覺 雖然那種熟悉的感覺 雖然那種熟悉的感覺 你不太熟悉的 但是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是有不同的感覺 和一個完全靜的晚上是不同的 你不太熟悉的感覺 譬如說 你在一個沙漠 很久 什麼聲都沒有 然後你走進一些有樹的地方 聽到有色複雀聲 你會很高興的 聽到雖子聲 你會很高興的 當你在一個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你聽到雖子聲和色複雀聲 你會覺得是很美的 神充滿美感 神真的 顏色很美 神創造不同的顏色 那些動物的狀色真是很美 我們通常穿衣服都是 那些顏色是類似的顏色 來調和 神也有這樣 但是神也有時是狀色 狀色要做得對 那時候我 這個是一個題目 講開一講 關德興 在他未離世之前 他上了電視 他掃來都是穿唐裝 但是那次他常常穿西裝 但不是一套的西裝 他就很想很鮮明 但是那套西裝和褲的顏色 全部撞得比較 凌的那種 不過我沒有留下一張照片 有時人撞色可以撞得很凌的 但是神呢 在這個世界上你不會見到一種顏色狀色而上的涼 即是沒有一件事你見到是涼的 或是神創造很奇妙的身體 即是這些我們一邊想神 你真是好 眼睛真是很美 眼睛又可以看東西 又可以傳神 又可以做Signal 即是很多時候你視意人 眼睛是有表情的 有感情的 如果每個人的眼睛像魚眼那樣 魚眼是沒有什麼感情的 好像 即是沒有什麼感情的表達 但是人眼是很有感情的表達 我們 即是感謝神 還有人的手是否很有感情的表達 即是 人的手有溫暖 還有做很多東西 做很多很細緻的東西 很漂亮的東西 很精緻的東西 還有人的笑是否很有趣 很開心的 所以你見到人笑 你就想到是神的愛 其實這些萬物 但是我想大家什麼都看得到 每天都想到這些那麼好的東西 你就開心了 感謝神 阿尼多耶 看到小孩子的笑 小孩子很單純又很有趣 所以很多人很喜歡小孩子 人的動作 整個人的動作又很漂亮 整個人的設計是很漂亮的 當人善用他身體的時候 跳舞是會很漂亮的 你不會覺得他好像不對稱那樣的 是非常之美麗 非常之美好的 我們的耳朵 我以前也曾經說過 但是這個真是一個很美麗的設計 即是如果說進化 怎麼會剛剛有個耳殼 旁邊就有個耳通道 剛剛在這個位置 那什麼都會變出來 這裡變個洞 如果沒有耳朵 裡面沒有這些感應的細胞 聽不到東西的 剛剛那裡就有一條通道 進到通道就剛剛有一塊薄薄 這個耳朵 這個耳朵 這個耳朵是剛剛很薄的 如果很厚就聽不到 你剛剛進來通道 這條通道有什麼作用呢 如果你上山和下山 你去打一個喊路 它就會通回了 如果你真的不通 你在飛機上有什麼辦法 你就按住 鼻哥用力滲 用力滲 就會通回鼻哥 如果沒有這條通道 這條通道回到鼻子那裡 那我們上山就聽不到 下山就聽不到 只是一個高度聽到 這個都是很特別的設計 很簡單 但是很特別的設計 又很簡單又很複雜 然後三個骨頭 就將震動傳到耳窩 耳窩剛剛那裡有個洞 有個窩在那裡 所以會震動 引起它裡面震動 還有這條三個半圓形 是非常特別的 是保持我們平衡的 當你這個部分壞了 譬如你有時感冒 那些菌進了那裡 你就說 有沒有試過 一起床就暈到 是直接摸一下它骨頭 有沒有試過這種感覺 有幾個試過 暈到你莫名其妙 為什麼站在一起都不站到呢 就是因為那裡 那裡在那邊轉 當你有菌的時候 你就會站不到 即是就算你有這三 即你... 按理想NS的沒有理由 會不會站在那裡 這麼難呢 原來站在那裡 要靠這三個 這個... semicircular canal 來給我們平衡 然後有些神經一點 有些神經事件運到腦子 希望大家像我那樣 將我的訊息運到腦子 所以能夠知道我們聽到什麼聲音 還有眼睛也很奇妙 眼睛有前面透明的部分 全身我們都不透明 但唯有那裡透明 這就是創造我們身體 全身都不透明 唯有這裡和中間 中間這裡和中間 現在這裡的血體 周圍包著就有血 但中間是完全透明的 所以你看我是清晰的 你有沒有看到一層薄膜在我前面 沒有 是清的 這就是我們清的程度是非常高 但裡面含有食物 那些不是水 是好像Jelly的東西 但它完全通透 你看到魚眼是否看到 它一死就開始不透明 它還沒死就完全透明 它還沒死就完全透明 你看到魚眼 就算是湯了之後 你看到它開始慢慢熟 還有這個鏡頭 是有很多這些筋 在它四面圍著 是一個非常精巧的設計 還有這個細胞 眼後面會有感應光 還有這個就是一個紅膜 這裏有一個洞 讓那些光穿進來 讓我們去沙灘 不會光過頭 去到黑的地方 可以抹開眼 而那個洞 剛剛在正中間 你有沒有小時候 玩過用紙袋 弄兩個洞 有很多 如果歪了 看不看得到東西 有很多 那個洞 是要在眼的正中間 如果偶然歪了一點點 就看不到東西 是吧 你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神啊 多謝你 做我們眼睛 這個洞在正中間 我希望大家欣賞 這些神的創造奇妙 還有很奇妙的生物 神創造很美 很奇妙的生物 全世界有很多很多 還有創造感情也很特別 人有感情 動物有感情 那些動物會記得 誰是主人 我認識不同的人都說的 那個家裡某個人 去了街上 他就在窗口等那個主人回來 因為那個人 是最疼他的人 他就知道的 其他人去了街上 沒有那麼大感覺 但是有一個 走了 他是會知道的 還有我聽到 我太太說 他在學校的 有一個同事 他去了旅行 他回來 那隻狗是會發脾氣的 就是說 你走了這麼久 你不理我 他會發脾氣的 就是說 狗是有感覺的 還有 你看到 除了人 人有感情 媽媽有感情 朋友之間 雞有感情 獅子 還有不同的動物 就算牠們不認識 即牠們是不同類 但都會有感情的 其實這些 當你想想的時候 就是神有感情 當你想神有感情 我希望大家 我今天所說 你慢慢用心思想 當你想到神有感情 真是很好 對嗎 我是想到神有感情 所以我很喜歡神 OK 我今天停在這裡 希望大家 我這幾堂講的 就是這個 苦口和心 用國隱的方法 希望大家看到神的美善 喜歡神 神真的好 其實我看到什麼 我都想到神 就算這個木架 因為神創造木 所以我們這個世界 有這麼多建築的材料 我們身上的衣服 要是神做棉花 神就沒做過那種花 就是有些毛在那裡 它會飛飛的傳播 人看到 有這個智慧 將那些棉花 其實棉花很短的 有些像蒲公英 會飛 它將它連在一起 就做了棉花 做了衣服 還有有不同的材料 做出來 我們全部 所有的東西 都是神所創造的材料 還有我們有這個生命 我們裡面那種的感應 人的生命很奇妙 有沒有覺得自己的感情 自己的記憶 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那種意向 是不是覺得很特別 我們人都有這些意向 都是神很特別創造的 我們人是非常之奇妙 我們身體很奇妙 但是我們的靈魂 是非常更加高度的奇妙 是不是 而有一天我們這個靈魂 可以跟神一齊 永遠一齊相處 是非常之快樂的 人的靈魂也都很美麗 人可以有很美麗的地方 不過人可以很醜 我們一起祈禱 祈禱幫助我們 有一個感激神的心 感激我們的天父 那麼愛我們 感激天父的那種美麗 天父啊 親愛天父 我們感謝你 真是你是充滿愛 充滿恩義 充滿慈愛的神 你的裏面是完全是美善 是極度的美麗的 你幫助我們 全心感激你 讚美你 愛慕你 享受你 我們看到任何一個人 都會想到你 我們看到花草樹木 想到你 我們看到我們所吃的食物 我們想到你 我們看到我們生命 被你祝福 我們想到你 我們怎樣神多次幫我們 我們想到你 我們看到 我們每一個人 都經歷很多神的作為 我們怎樣得救 都是神用很多人幫我們 我們生命提升 都是神用很多的方法 幫助我們 提升我們 雖然我們多次不聽話 但是神你依然幫助我們 求你幫助我們 看到神你那種美善 神你那種善良 你的聖情的美善 你的恩典的浩大 求你幫助我們 真是時事親近你 當我們親近你 我們就會享受到你的愛 享受到你的平安 享受到你的祝福 享受到你的更新 我們有你就可以滿足 我們可以天天充滿喜樂 耶穌你幫助我們 不要被世界的奔住 不要被世界人的罪奔住 而是全心看著耶穌 就算人做得不好 是他的問題 我們可以祝福他大不受的影響 多謝天父 贊悉耶父 感謝天父 我們祈禱奉主耶穌聖名 阿們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真是被神的愛吸人 我希望更多人 像我這樣 整天會想到神的事 一看到有什麼作為 我就想到神的事 所以我心裡是很喜歡神的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還有有神的心 看到什麼事情 這個世界發生的事實 這些人不行怎麼辦 神啊 你可以做什麼 求主幫助我們 給神的愛吸人 就是神去更新 當你宣講 神的壞儀 在廣道祖 你就講出神的一種尾善 每一樣的尾善 在這個領敬拜 都經常帶你人看到神的尾善 當我們在福祉祈禱 也都幫人看得到神的醫治的大力 神的祈禱 神的祈禱